你不能夠用程式文學這個名字 又或者這個大招牌 從而令你脫罪 我相信那個裁判官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就好笑 藝術水平是你的判斷嗎? 藝術水平是裁判官你的判斷嗎? 你套用陶傑的邏輯和說法 你真的看大英博物館 裏面有多少鹿蟹的雕像 是不是? 為何大衛像可以露出來? 因為藝術水平 藝術水平是誰去判斷? 不是你去判斷 藝術水平不是誰去判斷 人人都可以判斷,但不可以立一個定論 定論要交給歷史 就算交給歷史,歷史還可以幫你翻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怎能夠用這樣的標準、這樣的角度 去告訴我們 是應該被判罰款呢? 還有那些荒謬 那些說法也是邏輯 那些說法也是荒謬 說什麼?因為在街上到處派發 很容易被小朋友拿到 那是否就是說 你對免費報章的審查 是會更加之嚴謹 是否對於免費報章 他們的規範會更加緊密呢? 這又有一個邏輯上的問題 你是說因為他免費派發 你要弄清楚,你要限制哪一個媒介 某一個媒介,你覺得會多人看的 所以你限制要嚴謹些 那就好笑了 理論上大氣電波的節目應該多人聽過我們 但我們偏偏如果真的 又或者事實上是我們聽過 多人聽過他們的時候 那你就要規範我們 這就等於 當日我們走去選管會 說要規管網台的時候 我們走去激烈表達我們的意見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你明明是沒有辦法去規範網路上的訊息發佈 但是 你當日 為何要將網台 納入選舉的規管上 就是因為越來越多人聽 喂,我多人聽上來 我在街上拿著咪都很多人聽 那怎麼辦? 那你以後限制我講話嗎? 凡是多人聽他講話 你就要限制他講話 是不是? 那以後抑文不准講話 那他真的不讓抑文講話 那是真的 他又不讓抑文不讓大班講話 所以大家就針鋒相對 你不讓大班講話 大班現在又不讓你入屋 大家針鋒相對 那個邏輯不成立 所以這些事情 尤其是 這個令到我這麼大反應 就是 它是一個創作物來的 香港還有沒有藝術的自由 藝術是否要為你社會責任服務 藝術是否要為你政治環境服務 是否要為你們這班官員的品味服務 這是最嚴重的 這是你的品味判斷 我再講一次 為何香港現在這麼倒退 當年 流月好 天天日報 拍半裸的裸照 就是少少格仔 露上格仔底毛 不剃,非常噁心 但那一刻都是藝術 在那個年代 香港完全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為何回歸之後 那些官員 是不是跟著大陸官員一樣 這麼反智 另外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 反智 你說得對 另外這件事 一如當日 一如當日 我們去評論這個 劉乃強事件一樣 我又覺得這件事 喂 要撲出來廢 我又覺得我回響少 是否因為陶傑 可能是 就是因為陶傑 你們見他仆街 又覺得開心 香港人最喜歡看 看名人 就更加開心 看一個串嘴 名人 他都終於有今天了 你也有今天 大家更加覺得開心 尤其是 譬如聽我們節目的人 可能我們大家都 政治立場相近 政治理念都相近 於是 在某一些議題上 我們不能同意陶傑的看法 譬如陶傑當日曾經寫的文章 在此笑我們說 搞到他再大一點 發大一點來搞 搞到這個超級區議會 全部白票 你看看怎樣死 假設如果搞到的話 我們在這件事上 陶傑當日都笑我們 你先進民主地方 怎會搞白票 怎會呼籲人頭白票 這些是民主老千 這樣去批評我們 他不是批評我 他不是批評運動 他也不認識是誰 很可能 但是 就算我們在意見上有雙左 我們在立場上有雙左 但這件事沒有辦法不撲出來 撐下陶傑 唇亡齒寒 今天吾居歸故土 他朝軍體也相同 他這篇文章可以這樣被人打壓 以後我寫的東西都會被人打壓 又或者明天就已經會了 沒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多點正視這件事 譬如這宗新聞 《陶傑專欄》 《爽報》《不雅伏十一萬》 我覺得報道相對少 而且大家在民間的討論也不多 因為你們看不到這件事的嚴重性在哪裏 如果一篇這樣的文章 其實是小說來的 小說來的 事實上 他通篇的文章 沒有一些粗言畏語的字眼 沒有一些不出街的字眼 其實字眼上也很難界定 什麼為之出街 什麼為之不出街 但起碼沒有粗言畏語 其實他是用 異淫而已 你可以這樣判斷他 他帶來的後果 老老實實 問心講句 小弟覺得 陶傑的文筆當然是相當好的 一流 陶傑的文筆當然是一流 你說他寫出來 是不是低手 或者有些人說是便宜 我覺得不是 就算從品味的角度去看 我亦都不覺得他 譬如眼而眉的系列 脫梯 我不覺得是相當低手 你說是否一個很經典的 程式文學水平 這樣過語 他自己過語了 他說自己是很有經典文學價值的 程式文學 這樣過語了 還未入流 但是 因為大家明白 文章 日日來了 陶傑寫了多少文章 陶傑這麼多文章 現在還有那個水平 不算那個評論的水平 議政 有抽水 例如我經常在罵別人 沒有立場 不肯立論 各打五十大板 他還未知道是那個 但他也是沒有什麼立場 迴避立論 只是以抽水為樂 其實沒有什麼建設性 但這些東西 你可以在評論的角度 去指責他的評論文章 但是 以文學水平來說 以陶傑的文筆 他去寫一個程式小說 他當然是卓卓有餘 我這樣說 但是我們最討厭的就是他的聲音 你寫沒有問題 你不要自己錄 你錄 你也扮了女聲 你也扮了女聲 你不是令人不雅 不是令人覺得你不雅 是令人覺得你不安 其實就應該用公安條例抓你 因為你引起社會不安 當然 如果有人用公安條例抓你 我都會支持你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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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層面來說 我不知道哪個裁判官 你去judge 陶傑的文筆 你不是開玩笑嗎 由你去判斷陶傑的文筆 究竟是程式的小說 定一說是人蝕的文宣 的文字 不是由你這個水平的人去判斷 是吧 大哥 即是你硬討厭他也好 罵他十九才子也好 即是大大聲跟他說 那個是陶傑啊 那個 不是你這個水平的人 我不知道那個裁判官是誰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相當生氣的 還有我覺得是要 嚴正譴責 即是要撐這件事 你撐完這件事 你可以去調查陶傑 陶傑你都是契弟 是不是 有沒有風骨 給你一點錢 什麼東西都捨 但是 這件事 不會影響到我們 對這件事的判斷 即是不會因為 敵我的身份 而影響你是非價值的判斷 是的 今天又說不到開會會變蠢 這個題目真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開會會變蠢呢 有沒有人版 有 人大 人大 你看譚慧珠 剛才照讀一次 黃國健就因為資歷不夠 開會沒有那麼多 都算是 不是 譚慧珠就是 照稿跟讀 小學生 阿發祥禮太宗後面 全露出頭 嗯 讀得好 你看智力幾個問題 梳髮頭髮先 他是不是出來 好像在考那些什麼 listening 你剛才聽完一次 抄下來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listening合格 聽不聽就糟 剩下幾分鐘 首先 就是 最近搞私話搞得很開心 就不代表我們不搞曾蔭權 曾蔭權一定要搞的 曾蔭權一定要大力搞的 這個是等他回來 也不用等他回來 要繼續做輿論壓力 兩會各樣東西 譬如 唐唐 上海仔 在主流傳媒裡面 上海仔 霸佔了很多焦點 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面 佔領茶醉這件事 霸佔了很多焦點 但是不代表曾蔭權這個契弟 我們放過他 所以接下來要搞一個運動 是收集大家公開簽名 就是給民意 民情看看 就是究竟有多少人 要求要彈劾特首 是彈劾 不是P&P 不是B&B 也不是P&P 而是彈劾 為何要彈劾這個原理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為何不能動他 他是政治表態 而且這也是民主進程很重要的 可以在立法會裡面去彈劾他 這些立法會已經是廢了 勉強你罕有地有一樣東西 你能夠握手的話 就麻煩你用盡你的武器 所以 接下來 星期日 就會在旺角西園賽街 四點半 我們會搞個論壇 我們會講講 這個彈劾特首的事件 講講曾蔭權犯了什麼罪 這也不用說了 說你浪費 我們最主要是講一件事 就是香港現在的政治生態 政治環境 為什麼會去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究竟大家 是希望爭取到民主 還是只是希望繼續爭取民主 為什麼 有武器 你又不用 偏偏要用殺傷力沒有那麼大 偏偏要用一個 比較可以幫助到特首去拖延時間 所謂的特權法 P&P 這樣的調查小組 究竟是什麼原因 什麼環境會造就這個政治生態出來 以及往後 其實作為一個議會抗爭 其實需要做的事情 那條路是怎樣 議會抗爭不是經常說扔東西 不要經常說我們扔東西 搞這搞這 有很多方法 當然扔東西是很重要的 這個希望大家支持 就是 也就是 星期天再呼籲一次 就是 西元賽街 我們有一個團隊 就是熱血公民 一個最熱血的公民社會組織 說公民社會 其實就不用說組織 我現在真的有點探險 公民社會其實是一個組織 就不是說整個社會 希望大家參與 我們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譬如你看到這次 我們搞CY這個行動 這是一個公民行動 完全不暴力 完全是乾淨、溫和 亦都文明 相當之文明 涉及到網路文明 這件事一定會搞 亦都希望多些人去參與我們 就成為這個熱血公民 參與我們的熱血公民團隊 那熱血公民團隊 又不是只要找你做義工 派街燒 我們有很多事情做 譬如文宣工作 譬如宣傳工作 想辦法 讀什麼辦法 星期天怎麼搞CY IT的工程 還有我們也希望做多些 真正幫助到社區的工作 所以我們當然需要多些 熟悉社區活動的人 可以來幫我們 可以來幫忙 現在網上的群組 就是 現在加入很慢 要很久才能加入 因為 就要等我們熱血公民隊長 就要去認證身份 就要知道你的名字 跟你溝通過 知道你不是假帳 不是婚姓 才進來 因為網上動員 我們就已經很大小了 但現在我們經常要思考 有問題就是 如何把網上動員 和網上的民眾力量 帶路下去 現實 而且現實的力量 不是單單是趨雞 趨雞我們也很強橫 你知不知道 星期天我們上去禮賓府 這個真是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上禮賓府的示威紀錄 從來未試過有這麼多人一起上禮賓府 成二千人 是一次都未試過有這麼多 反過鐵那次上禮賓府 都沒有這麼多人 我們這次是創紀錄的 最多人上禮賓府 而且是事前沒有宣傳 事前沒有吹雞 只不過群眾在打蕭恩的時候 帶著民情 然後即興 舉起之旗 就上去 舉起之旗 地下 地下 多謝 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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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